各位观众,大家平安吉祥。 我今天要和各位讲,同体共生。 同体,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身体, 你也有一个身体,他也有一个身体。 所以这个一家,父母兄弟都要高有个身体。 一个戏区,一个现场,一个国家, 甚至世界所有的人类都要高有身体。 其实,这个身体不是单独的存在。 是和全世界的人同体一个,都是共生的。 比方说,你说哪里有灾难了,关我活事。 不管你活事,那个比如贼难啊,文悦啊,存人。 你怎么没有事呢? 他没有饭吃,他来到你来讨饭,跟你什么叫强劫。 怎么可能没有事呢? 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,这个人都有关系的。 所以因此,在这个世界上,没有说哪一个能离开别人而堕立的。 大家都是共同的关系存在。 既然同体共产,我们的共同在这个世界上生存。 那就要有爱心,有慈悲心。 你帮助我,我帮助你。 你有困难,我帮你解决。 我有困难,你帮我解决。 所以现在这个世界上,天灾、人、火啊,常常有发生。 我们有个慈悲心的人,都感同神社,继续回来。 能帮忙他的。 在经济上,能帮忙他。 在力量上,这个什么,都给予他协助。 帮助他。 帮助他嘛,实际上要帮助自己。 你有鼻哭了,我帮忙。 我感同神社。 假如讲了我有了什么鼻哭的问题, 你就想到,要回报我。 你欢喜快乐,我为你做好。 恭喜恭喜。 我感同神社。 你的荣耀,我争光争光。 他争光争光。 想到你有发达做什么,他也要为你做好。 他要争光争光。 所以,基本上,我们实际上每一个人都是有来往。 你祝我,我祝你。 大家享受。 同体共产。 共同在能源维护我们的这个生命。 能够也这样想, 这个世界就能和平, 就能大家共存。 祝福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